關心到在這個國會改革法案 除了立法院告一段落之外 其實台南今天非常的熱鬧 因為藍綠今天都同時選在台南 要舉辦街頭宣場 而上午在國民黨的 是在一個公園場 但是能看到 其實還是有抗議民眾 來到現場戴著墨鏡 穿著黑色的衣服 無法接受國民黨這邊的立場 但是也遭到現場的支持 群眾是吼叫甚至一度 要爆發推擠衝突 袁進士也立刻像這樣上前 去把人帶領現場 要避免這個更激烈的衝突來發生 那麼我們關心到 其實今天立委謝龍介 是提早一個小時來到現場 那麼也針對 為什麼今天原本說好 是主席朱立倫要來到現場 但是後來改由秘書長黃建廷 來是做出了最新回應 先來聽一下他的稍早訪問 本來是有安排有邀請 因為主席他一定有行程 所以我們秘書長也幹過立委 他也是資深立委 他也很清楚立法的過程怎麼樣 這一點是我想大家也不要想太多 後面還有很多場 我想主席他當然會身先士足 這一點大家不用猜忌 好還聽到不只這個謝龍介 是表達希望外界不要亂猜測之外 其實在這個臺南的地方藍營內部 也有一些雜音 怎麼說因為這個國民黨的臺南市議員 蔡玉輝他是炮轟說選舉結束 應該要開始拚經濟啦 如果像這樣子常常來舉辦 這樣子街頭宣講的活動 其實勞民傷財 民眾也不見得會有認同 那麼以上就是在臺南國民黨 這個國會改革的街頭宣講 現場最新再把時間交回棚內 包括